社投乡善德禅院与信徒刘福亭 长期关心消防救灾救护工作 12年前共同捐赠一辆消防后勤车 日前再购增一辆290万元的小型消防水箱车 经祈福洒尽后 由张化县消防局长肖家政代表接受 善德禅院以及刘福亭先生 兼正我们社投消防分队这一部小型消防车 我们善德禅院跟刘福亭先生 长久以来对我们消防工作非常的支持 分别都在91年有兼我们社投分队的救护车 还有警备车 今天又集资了290万 兼正了这部小型水箱车 这个小型水箱车针对我们狭小巷道 还有山区还有山林火灾 非常的有用 那个效用非常好 因为像北浦火灾 像卢州大启市都是因为巷道太小又停车 造成消防车没办法进入 造成严重的伤亡 那我们善德禅院跟我们刘福亭先生 有感于我们社投乡也有许多的狭小巷道跟山路 所以派然来兼这部小型水箱车 那我们将来会好好的来利用这部水箱车 为我们地方的公共安全来做最大的努力 代表我们最后乡的乡亲 感谢两位 我们专门的产业的指导法师 还有我们的武艺技术 不简单 把心放在我们社投 我们社投乡要为众生服务 这有利益的工作 所以我们就是很欢迎 发声乐国家来当作这项工作 这个消防车捐证的时候 能够希望让这个伺候相信 最好东东没有事情 万一有事情的时候 也能够因为有这项消防利器 也能够让他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能够让乡亲 通通能够平安 社投乡长萧如意 县议员洪丽娜 萧淑芬 刘景昌等各界代表 也共同参与捐赠仪式 消防局长萧家政表示 很感谢刘福亭和善德产院的发心 关怀消防救难工作 本次捐赠的小型消防水箱车 可装载两吨水量 足够因应狭小巷道第一时间救灾所需 对社投乡灾害抢救上有极大帮助 公益频道林俊明社投采访报道